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好好來聊一下 哪一國人最有心機 對啊 因為像我這麼天真善良的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欺負 當然 妳就是迪士尼世界裡面的 白雪公主啊 夠了沒 妳覺得哪一國人最有心機 我覺得哪一國人最有心機 今天有法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美國 韓國 我覺得韓國人 韓國人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為什麼 以金敏在個人的行為來講 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他投稿甚至說 他在賣雞蛋糕 對不對 沒有人吃過 對啊 會不會他真的沒在賣啊 平常在做什麼樣的行業 平常在夜市賣雞蛋糕 謝謝 好了 那我們趕快來介紹 我們兩邊的隊員 首先就是我們的 個性單純 人善被人欺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嗨 大家好 當然 儲心機率 每天都在算計您 我們聯合國新來 歡迎 GO 大家好 一般人對外國人印象是 他們豪邁大氣又不拘小節 但今天二分之一強排行榜 要顛覆這個看法 究竟哪一國是心機最重的國家呢 如果我們是善良單純 像我一樣的話呢 就是要有一些方法來防人啦 對 什麼方法呢 就是要看我們鬥志孔的舞台劇啦 莊子兵法是吧 莊子兵法 這是我們那個黃志凱導演跟 劉亮佐還有我 還有劉桑桑 李少傑 郭耀仁 林東勳 吳定謙 我們一起做了一個新的舞台劇 叫莊子兵法 就是莊子它是一個很逍遙的 他覺得人生沒有錯的事情 OK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參加的是一個密室遊戲 用密室遊戲來去看 你對人生的人生觀 我們今天做這些排行榜 就是在看哪一國的人最有心機 是的 我們先從大家認為 沒有那麼多心機的國家 就是第六名 第六名表示說沒有心機 是啊 會有這一個地方嗎 請看 美國 怎麼可能 PWI 最有心機就是美國 我們來看一下假的VCR 美國人就比較大方 知哀知望 然後就不會想要 玩什麼小動作 他們都很直白啊 喜歡就喜歡 討厭就討厭 朋友之間他們講話都很直接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比較沒有心機 我認識的美國朋友就是 講話都很直接啊 然後 就不會掛木腳很好相處 因為在美國就是白人 他們可能有一種優越感吧 所以會有一點小心機 講話都很直接啦 對 直白跟白木其實也已經很接近 一線機格而已 對 對 這就是賈士丁的個性嘛 好 下一個國家我們來看 喂 我們還是要聽一下 我們還是要聽一下啦 這好像搞混啊 聽起來好像德國的評論 不會 他說喜歡就喜歡 討厭就討厭對不對 不討厭你啊 嗯 那個我們知道 但是不是耶 我們老豆有話要說嘛 我覺得美國 對 他雖然是直白 但是有時候剛剛那個 主持人講的很好就是 有時候是白木啦 真的是不是 像我在印尼 我去衝浪的時候 那我英文名字叫Bobby 然後呢 他跟印尼的朋友介紹說 是我的朋友是Bobby 你知道在印尼的Bobby是什麼意思嗎 是 是豬的意思 蛤 對 他會很故意 他 是Bobby 他會吵架 對 你去印尼巴尼島不是有那個嗎 Bobby Green 就是那個烤豬飯啊 就是Bobby 我覺得美國人是真的 最沒有心機 沒有心機是到 沒有腦 沒有 不是 因為就是不會想太多 其實很多狀況是很 就是對他們來講是不好的 是危險 像我老公有時候開車 然後就會有很多那個車子 會就是故意亂開 那因為我車子上是有小孩 所以他就會很生氣 他常常會把窗戶搖下來 就開始大罵 破口大罵 甚至他會下車去罵那個 罵另外那個司機 他叫他停車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在台灣這樣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社會新聞 其實你就盡量不要去惹這些人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不行 我一定要告訴他 那我說你告訴他有什麼用呢 對啊 有一次我就在車上 然後也是一樣一台車子超車 然後他停下來大罵人家 然後那個人就 停下來 然後進車子裡面 幫他拿東西出來 好啊 對 然後我嚇到 還有剛好一踩警車經過 然後他就過去盤問他 因為他是那個通緝犯 你知道嗎 我的天啊 對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看如果他拿槍出來怎麼辦 好危險哦 對 很危險啊 這個美國人是白目啦 真的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很多 不是這個美國人 因為他覺得 美國人都白目 他覺得我們台灣 我覺得很多美國人 覺得我們台灣開車的人 都亂開 他們美國開車很守規矩啊 對啊 可是 因為你知道 美國人就是什麼都愛管啊 就什麼都要管啊 所以美國人就會 可是我覺得美國人 其實真的沒什麼心機 因為他們都把自己的事情安... 就是 他把自己的權益顧得很好 所以他不需要去鬥這個心機啊 美國人太勇敢了 太勇敢 像我那個美國 另外一個美國的朋友是 我們去衝浪 他知道我是沒有 我什麼都不在怕的 我是沒有在怕的 他就問 欸Bob 你先下 我去整理衣服 我先穿個防寒衣啊 什麼的這樣 我說 好啊 好啊 我衝浪板拿著 我就開始滑 我滑超累 一直滑到岸上的時候 我回頭再看他在上面這樣 他也沒有在 他沒有在換衣服啊 也沒有 他就這樣一直看 在幹嘛 好好好 我就看他就下來 他從另外一邊下來 然後游出來的時候 我說 你為什麼剛 你不是說你要換衣服嗎 他說沒有啊 因為你先下 我就知道哪裡有流 那你那邊是有暗流的 你就可以找到現場 他就看你的頭越來越遠 對 他在那邊 他機車喔 他就從另外一邊過來 我說 你就是叫我先下 然後我游得半死 然後你就最輕鬆從旁邊就進來 如果你們一起下去 一起被拖下這樣 兩個死啦 那為什麼就是你們下去 先被拖遠一點呢 為什麼不美國人 你就是很有勇氣 來 Come on 我先 Bob 你先看 喔 這裡有流 你不要走這裡 你不要走這裡 這裡有流 你不要走 我是跟你從旁邊 他很有勇氣 他很Man 他跟你講 你先 你已經不見了對不對 他說 喔 我救你 沒有 他看 欸 這邊有一個人怪他死掉了 那請問是誰造成的 就是你們美國人啊 到底是什麼 這就是心機 真的很重 對啊 怎麼樣 那你美國人到底 那你覺得 美國人心機重不重嗎 在金錢交易上 喔 心機會很重 Yes 對 可是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啊 就是 對 對 沒錯 但是我朋友有這個經驗嘛 呃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 他一個絕招 就是會跟別人說 欸我一定要出去逛街 我要去哪裡 可能看電影啊 還是什麼的 我很不想一個人去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 然後你想說 反正他也一個人 我也同情他 那我就陪你去了 就陪他去逛街一整天啊 去看什麼電影啊什麼 要回家的時候 他停在一個加油站 說 我今天帶你出去玩 那你要不要給我一點油錢 蛤 蛤 為什麼 對 原來他帶你出來 就是因為他想要生這個錢 所以他可以忙他自己的東西 所以你今天會講很多 你自己的故事是不是 就是 呃 對 OK 不對啦 貪小屁 真的啦 還是會有一些這樣 沒有啊 奇怪耶 因為我也是就是一個美國朋友 然後就是那個人都一樣 譬如說就是 他知道我在日本嘛對不對 是 就是已經在日本 剛好他也在日本 就是一樣的地方 剛好在配海道 然後剛好我的FB看到就是 然後就是他LINE 欸 我夢多今天就是剛好下班 就是今天沒事 我可不可以找你 我說已經到配海道嘛 而且是我們就是節目認識的嘛 對 所以好啊 沒關係 就是來嘛 來囉 已經來囉 他跟我講說 我沒有錢耶 我還不能借嗎 還不能借嗎 我覺得這個心情很重 沒過了 真的很誇張 如果他有錢的話 還不見得會在北海道跟你見面 他就是玩到沒錢 他才打給他 真的 不懂是你到國外去 誰還要跟你見面 就是你吧 欸 但是你知道 那一天他錄節目 然後就是外景對不對 然後都是吃得 吃得好好耶 不然呢 不然這個 這是我的工作啊 不然外景節目都介紹一下 這拍照 我跟你講 不要做 剛好他們拍攝的時候 我再出現 然後他 欸 Justin 你吃這個 好 所以心機送 對啊 真的 可是才排第六名 好可惜喔 那第五名會是誰呢 蛤 比美國人還誇張一點喔 德國 好貴喔 配下這些 德國人做事一板一眼 比較不會耍心機 之前有看你們的節目 二分之一強 然後我覺得那個德國人啊 他講話 好像沒有什麼心機一樣 德國人也不知道這樣 德國人他們的公司都很競爭 然後壓力很大 所以在公司上 他們常常勾心鬥角 所以我覺得德國很有心機 德國人的心機在於做生意方面 他們會先想盡辦法 就是找到你的弱點 然後再從這個弱點去攻擊你 然後就是讓你 沒有毫無交駕之力 大家都知道德國的車就是 工藝很完美啊 要完美當然是他們的心思 非常的縝密 縝密就代表心機重囉 德國人平常講話都很直 跟平常都很安靜 所以其實越安靜的人 其實內心可能是越危險 评論還滿兩極話的耶 拜託啊 評論還滿兩極話 一他是看你的表現嘛 所以他覺得德國人講話都很直 他有什麼想法他就直接講出來 所以應該不太會有信心啊 可是再來是他們說 工作場合競爭力大 對 就是大家應該會有 會有小動作出來啦 還好 這方面我覺得美國人比較會 對 美國人工作方面非常 美國方面才是 因為我們的工作少啦 可是家那邊 什麼都有理由啊 我家那邊你為嗎 還是什麼 你沒什麼選擇啊 像我之前有介紹一個女生朋友 給我德國的朋友認識 然後他一來他一坐下來 他就跟女生 你頭髮懶得好奇怪哦 那個顏色 他會想說你第一句 我不是要介紹你們兩個 當男女朋友的 他就開始要得罪別人 他就很直接啊 對 那我就覺得還好 心機沒那麼重啊 對 直接的應該不會有什麼心機 對啊 這個滿奇怪 但是我一個 其中一個德國朋友很 我們去 那他來花蓮找我玩 那我們在 我們其實認識很久 我跟這個德國朋友認識很久了 他來花蓮找我玩 我就OK 走 我們去 GET INTO THE MOUNTAIN 然後進去 進去玩 然後玩玩玩玩 我們在那個瀑布 跳水 啪 跳跳 他就說 Hey Bob Naked 他就叫我全裸 我說可以啊 誰怕誰啊 沒有在怕的啊 他就開始拖囉 他就啪啪啪全部拖 然後我還有其他朋友在下面 他說 你們那樣瘋了嗎 就開始拿 拿相機再拍 我說我沒有在怕 我就這樣抓著 來啊 來啊 我就跳了 我一開始以為是 德國人嘛 就覺得比較壯 拖完看就是 可能要比什麼東西 我就沒有在怕 沒關係啊 不要比來比啊 這樣 我就跳 我跳下去了以後 我就站在下面這樣站 就看他 他也就真的跳下來了 他跳下來以後 他就在他防水袋裡面 拿來褲子就穿 哈哈哈哈 我穿好 我就 可是我的褲子在上面 哈哈哈哈 我要重新就是全裸 然後慢慢一路一路爬 他就在那邊 啊 啊 你就一直笑這樣 哈哈哈哈 他會不會是美國人偽裝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也沒有什麼耍心機 他就是 對啊 多戴一條褲而已 他就是想清楚他要怎麼做 對啊 比較有效率啊 對啊 可是他在上面沒有說 我會把褲子拿下去 德國人會很完整的分析 要怎麼解決問題 那你就是沒有 心思缺密 可是誰會進山裡面 溯溪的時候 多戴一套衣服 乾淨的在旁邊 心思缺密 你剛剛講到 就是說 德國人會把所有 從頭到尾想過一遍 心思缺密 這代表要有心機才能這樣做 對啊 德國人 台灣人就是 台灣人比較會 不會從很多方面 參考那個問題 你們覺得 沒關係 試試看嘛 對 那德國人一定要先想一好 要怎麼做的事情 決定好再 所以你們會前一個 月仙飛去那邊看警 他確定這邊 方便本來沒有事 我覺得說不定 他真的關花很久了 你看你去年的新聞 有很大的新聞 是德國的 這次的冰白 為了買車 他們說他們的 空氣污染 很好 但是我們才發現以後 就不是不對的 真的不乾淨 但是他們不是 一些些字而已 我們說好幾碗車 他們在美國買的 在歐洲買的 都是污染好大 很高的 我那一件事情 對德國來說 對 這個我要說一下 德國這方面真的很糟糕 可是呢 德國人是全世界 最直白的民族 所以如果德國這樣子 你們可以想像 別的國家多厲害嗎 我們以後才發現 還要砍誇別人下水 還要砍誇別人下水 怎樣 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剛進民船大學 然後什麼人都不認識 但是認識這個德國人 他就主動跟我聊天 然後他一直想要 就約我去夜店 跟大家派對什麼 但我那時候 我連酒都不碰 然後我就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不陪我去 我說我就不想啦 他說 一定會有一天 我會帶你去 你一定會跟我一起去喝酒 我說 哦 好那天再說啦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過了幾個月 我班上的朋友越來越少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沒有人開始 就是開始沒有人跟我講話 然後後來就一個朋友 他有一天跟我聊天 聊完之後那個朋友說 欸 其實你的人還不錯耶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 哦 就是那個 班上的那個德國人 說你都看不去我們所有的人 所以才不會跟我們出去 你怎麼被發現的 是什麼東西啦 才沒有這樣啦 我覺得德國人基本上都很直接啦 但是一方面 會有一些心急的問題 就是男女交往 就是要開始談戀愛 我舉個故事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認識一個男生 但是他們兩個住在不同的城市 開車大概半個小時的距離 然後他們還沒交往哦 然後這個女生跟那個男生約會 去另外在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約會 那個女生自己沒有車子 她是坐火車去 男生開車去 然後他們在那邊 有點久了沒有注意時間 已經錯過最後一班火車 所以那個女生就覺得啊 那不好意思你可以載我回家嗎 嗯 那個男生就說哦好啊 當然禮貌的一定要嘛 那載那個女生回家 到她的家樓下 然後那個女生就覺得 其實那個女生很想要跟那個男生發生關係 所以那個女生就說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上來喝一杯 那個男生就說哦OK啊 那個女生還說 不要怕啦 我不會侵犯你 哦 那那個男生那個男生說 哈哈沒關係我不怕 那那個女生就說耶 搞定了耶好開心 哇 所以他們就在 在客廳坐了一個半小時一直聊天 哦 真的 真的真的 你講快一點啊 一個半小時 就是一直一直坐在那邊 他是坐下來聊了一個半小時那邊 就是坐下來坐在沙發聊天聊天 因為你剛剛說他們坐了一個半小時 不是 對不起 坐下來他們坐著 體力 坐著在沙發上一個半小時 對不起我最近我沒有發現 然後 時間很晚了都凌晨了 男生就說 啊不好意思時間晚了 我該回家了 那就直接走了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What the hell 我都已經給她那麼多暗示 為什麼 那問題 為什麼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 故事前半段聽起來是女生很有心情 對 因為就是為了要吊她 是 但故事的結局讓我覺得這男的才有心機 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讓這女兒第一次吃不到 就會一直來追她 啊 NO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心態去揣摩 我怎麼用我自己的心態 我是用他的心態來走 我解答一下 那賀莎想想你為什麼要走呢 不行 如果是我絕對不會走啦 哦 不能走了 第四名是哪個國家呢 第四一名 法國 法國為什麼 我可以在VCR 我覺得他們 如果喜歡你應該會直接追求你 不會去掛彎抹角 因為很多人可能還會 你幹嘛幹嘛幹嘛 毛手毛小姐 我覺得他們應該很直接 法國人的心機在於 他們都會精心打扮 然後平常看起來用哪個造型 都是刻意打扮過的 你看穿搭都看似很簡單 時尚 然後都是不經意的 但其實那都是 都覺得是刻意打扮的 然後讓你覺得他沒有打扮 法國男的一定會跟很多妹在那邊拉機 然後讓那些女的暈船 所以他們其實應該心機蠻重的 他們就很浪漫啊 如果不心機重的人 怎麼會耍浪漫 法國人 你們的打扮看似不經意 但都花很久時間打扮 有嗎 有 我覺得有一點 所以你光戴這帽子就戴了半小時 差不多 所以你們 不是倒是在那裡 在家裡帶亂的 你們每一個人出門 真的都要花很久時間打扮嗎 我覺得特別女生會是這樣 對啊 看起來還蠻責任的 但是這個的感覺 需要很多時間準備好的 哦 了解 那你覺得你們法國人有心機嗎 我覺得我們 法國人沒有心機 真的嗎 怎麼會 一 最有心機 心機超多的 可是剛剛很多人講說 你們是很會耍心機追女生耶 所以你覺得懂得浪漫會追女生這事情是 製造浪漫這個是要想過的 製造浪漫這是陳惠玲跟 跟鄭中基的這首歌 這你一定要想過的嘛 這也是心機啊 因為要花心啊 這個是每一個男生都是這樣啊 是不是 沒有啊 你們過度啦 你們過度 真的嗎 哦 因為我還有一個 我說真的啦 法國的男生 就是我認識的普多拉 我沒有說誰啊 但是基本上 我就是哪一個朋友 就是其實還好 但是他一個點 就是心機很重 你說法比歐怎麼了 我沒有說他 反正呢那個人 他節目上常常講我說 夢得久了很長啊 就是很快就睡了 對啊 沒錯 對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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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叫我喝就喝 但是呢 比歐就這樣子 法比歐來喝 他每次說 嗯 就女唱就醉了 對啊 什麼醉啊 主要的是 我跟他說 欸 法比歐你喝 他跑出去耶 跟法比歐喝的是 酒不醉人 人至醉你 欸等一下 好好好 在那喝酒 我是不是講得太深喔 他聽不懂 對對對 跟他喝酒就是 醉用記憶不在酒啊 不是啊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公平 你看 如果法比歐說 沒關係 我明天拍照 我明天要工作 大家說好 如果我跟大家說 我明天要工作 每天要拍照 我一直在說 POO KER啊 拍什麼 拍A片嗎 真的 不是啦 因為法國人天生 就帶來一種浪漫 你現在就是台灣人啦 所以我們當然要用 台灣人的方式對待你啊 這個就是 再下去 我們就會用原住民的方式 對待你啦 很奇怪 為什麼我要如今隨時 為什麼他不用 因為他是法國人啊 就是人生宮崎 蛤 因為你宮崎縣的人啊 宮崎縣 對 我是九州南部 不是那邊 我的意思是不是 不是上個 不是嘛 有一些人就是好相處啊 那有一些人就是 我說你就是好相處啊 你就可以這樣喝嘛 可是比歐就是很 就是 難相處嘛 不是難相處 就是 自己講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 法國人是真的還滿有心機 因為之前有個法國人 很喜歡我一個女生朋友 可是這女生沒有 他跟他男朋友 就是那時候有 已經有男生在交往 然後只要他們兩個吵架 這個法國人就會出現在 我那個女生朋友的家裡 然後就陪他 然後就講他那個男朋友的不適當 結果後來真的導致 就是我這個女生朋友 跟他男朋友就分手了 好下流哦 對 但是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他喜歡我那個女生朋友 對 一直到他們分手以後 他就開始猛追他 結果兩個後來就真的在一起了 趁虛而入 後來我這個女生朋友 是過了一年之後才發現說 之前他說的話都是亂講 講他那個前男友的壞話 都是亂說的 就是心機很重 他就一步一步這樣子 是不是你們台灣女生也是這樣 怎麼樣 哪有 像我老婆 你老婆也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但是我老婆RUNRO相信 她會主宰 再發現就不會主宰 你老婆主宰 你要讓你相信她會主宰 因為我第一次約會來我家 也是她住很多東西 但是以後才發現 不是自己住的 不是她住的 對啊 當然我會嫁給她 我會跟她一起結婚 然後所以她會 每年去法國買東西 對不對 哦 欸 是不是 我覺得你老婆真的很聰明耶 哦 對啊 隨便教育做外匯就騙到她了 對啊 是不是 欸 這要學起來耶 聰明了 對啊 但是我去法國就是買精品的時候 因為法國很多精品嘛 但是去買精品的時候 導遊就特別有講說 如果你要買什麼款式 你已經查好的話 你就把圖片直接拿給貴姊或貴哥看 因為呢 你如果進去跟他們買的時候 你一直在跟他們 問他們的意見或什麼的話 他會一直看你的 比如說財力熊不熊厚啊 然後還有你整個人看起來 到底有沒有那個實力 可以買到他們的那種限定款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別的款式 所以你如果跟他 就是一直聊天什麼的話 他搞不好會覺得說 你可能買不起或什麼 他就不會把那個東西拿出來 比較特別的款式拿出來 所以你等於要單刀植入進去的話 你就一定是要直接拿圖片給他看 而且你就是跟他對談的時候 你要很大方大氣的感覺 他們才會把那個好東西拿出來 我媽媽現在退休了 以前是買店買衣服的老闆 然後有一次我在 我在他的店那邊 然後他有一個女生裝衣服的 然後他很喜歡這個女生很想賣 然後我媽媽沒有讓他賣的 我媽媽跟他說 那你不要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不適合你 然後這個女生沒有賣啊 然後離開 所以我跟媽媽說 你為什麼跟他說這樣 因為他馬上會賣的 你現在沒有賣到了 我媽媽說 我說的因為是對的 這是我們的問題 我覺得是法國人很多的 也是我的問題 我們會說我們想的 就是他們 反正有時候 講講也不會想過我們再說的 還是說他們也是就是 跟德國一樣有點白吧 你知道 但他們有帶個 時尚帶著有種高傲 他覺得這件不適合你 他就覺得告訴你說 這件你不是誰要買 感覺有時候會 盯得出來是很沒禮貌的 但是 問題是不像是很沒禮貌 就是很老實 你問我 我跟你講 所以有時候 那你會敢跟你老婆這樣講嗎 就是他穿什麼衣服 有時候他會生氣 因為他也穿一副什麼的 然後跟我說 你覺得怎麼樣 我不會騙人 如果我覺得不怎麼樣 我會跟大家說我不怎麼樣 他應該還沒有感到這樣吧 在夢裡 在夢裡 在夢裡說 第三名 義大利 看一下BCR 打工度假 然後遇到的那種義大利人 人前人後就是不會差太多 不會太有心機 在愛情方面 而且他們可能比較不會 耍一些小手段 義大利它就是一個 季單不好的地方 可是每個人出去 覺得好像很享受 在外面喝咖啡 被搶都不知道 他們的人 都是假好心 問你需不需要幫忙 接機跟你收取一些 協助的費用 義大利人聽說 好像都會叫小朋友 去偷觀光客的東西 就是他會先卸除你的心房 再去偷你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他們應該算心機蠻重的 像我自己有個朋友 然後那個義大利人 就開始想說 哇 你的眼睛很漂亮 然後從你的眼睛 看到你的未來 你的生命 結果他們將往一個月 從我朋友身上 騙走了五萬多塊錢 然後我朋友 就傻傻地幫他 複資的複合的這樣子 義大利人有心機 講得出甜言蜜語騙女生 再來就是 你們會利用小朋友 去騙錢 我們說沒有心機是不對的 我們是有的 但是不是在他們 剛剛說的地方 比如說什麼 假好心 然後說甜言蜜語 有騙女生的前妻 其實不是 我們說的任何一句話 都是發自內心 然後我們從頭到尾 都是中心耿耿 所以在愛情方面 我們根本不會刷心機 但是 你們知道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哪裡會刷心機嗎 在省錢這個方面 我們有很多小技巧 你們根本想不到的 例如說 如果在義大利 你們去逛那個 在買賣行為 對 你想要哪方面的買賣 我真的不知道 水果 賣水果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義大利 如果你去逛那個超市 OK 水果 你要自己去承重 他們不會幫你 像在台灣 他們會幫你承重 然後幫你貼那個價錢 多少錢 義大利不是 義大利要自己裝袋子 然後去承重 但是你知道 大部分的人會怎麼做嗎 他們去承重的時候 先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所以它比較輕 然後呢 他們承重之後 貼那個價錢之後 再把東西又放回去 然後裝起來 比如說他拿兩顆芒果去秤 對 秤完以後 可能只是80塊 然後再拿18顆芒果 裝到那個袋子裡面 太多 然後拿去結帳 這樣子可能太誇張了 因為他們又不是白癡 他們會發現 但是如果你今天買 可能就是 你買五顆 他在說你白癡 五顆流丁這樣子 那你就把兩顆拿出來 就差不多 他們不會發現 對 這個不是我個人的行為 這個不是我個人的行為 但是在義大利 確實有很多人這樣做過 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經濟 我以前在英國工作 我搭工是義大利餐廳 有很多朋友都是義大利人 然後早上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打掃什麼的 開始準備餐廳 然後大部分的時候 我的義大利的朋友 會比較晚到 所以我們已經打掃 完全不準備好 然後跟我們說 對不起 我累了 我有一點感冒什麼的 所以我每天都打掃 大家說我累什麼的 OK好沒關係 找苦打什麼的 跟他一起工作 然後晚上的時候 帶我去夜店 我就是 Hello 你哪裡幹嘛 你哪裡累了 他白天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 晚上才有精神 不是嗎 對 這是一件事情 真的 真的 你這樣子義大利胡說八道 習慣有多久 嘉誠也會用這一招 對 嘉誠你是不是一般的義大利人 我們這大三人也可以出去 真的很累 哈哈哈哈 他們也會抓星際啊 知道啊 對 義大利人我們說有兩種的 有一種是有消散 另外一種還沒被發現 哦 對不對 是 這個說法我有聽過 哈哈 好我們來看第二名是誰呢 第二名 哦 越來越接近冠軍啦 第二一名 啊 韓國才第二名 我們不是第一名喔 怎麼可能 菁敏哲你是不是要走了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你才不是這樣 韓國人最沒心機 他們對朋友啊 會教你做菜 然後煮東西 甚至 做他們當地的料理給你吃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沒有心機 我覺得韓國人比較喜歡 有小動作 比較有心機的感覺 韓劇的壞女人都很壞啊 都喜歡欺負女主角 我們有一群韓國同學 就是他們聽得懂中文 可是他們會讓你們覺得 就是他們聽不懂中文 然後就是聽到你們罵他們之後 他們就會又私底下 然後聚集起來 然後罵台灣人 我認識的有一些韓國人啊 他們會接近你 是為了要達到某一種目的 或是目標這樣 韓國人最愛聚集起來 罵別國人 沒錯 但是 你罵別國人 我對新聞也是這樣講 尤其是我在韓國就是還好 可是我在澳洲一年打工獨角嘛 那時候真的很誇張 如果我們剛到澳洲的話 真的沒有人理我 我都沒有朋友 可是我要離開大概一兩個禮拜 開始我都旁邊有超多朋友 可是大家都為了我的什麼 什麼好的東西可以拿我的相撲啊 或者是我的工作什麼的 但是看VCR的時候 夢多很多話要說 我跟你講 因為我就是這個真的 我來講很有說服力 我就是在韓國兩年多嘛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我是 韓國的體育學校裡面 是最帥的嘛 這一段很帥 對 不是 那個到底誰講的 這個笑話很好耶 你繼續講耶 這一段跟你故事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有關係 但是就是我最帥 那就是很多女生追 但是我都不喜歡 但是有 追你是要打你是不是 不是 是你在追很多女生 沒有沒有沒有 我怎麼可能 還是你欠她們錢 不是啦 主要的是就是 韓國學校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就是笑話嘛 就是學校最漂亮的嘛 是 但是我也是就是最帥的帥哥嘛 所以帥哥跟那個美女 不帶回國歌你們知道吧 你是學校的長廊耶 什麼長廊 他吉祥舞 然後後來是 後來 現在可以啦 年輕的時候啊 年輕的時候比較害羞 然後那個時候就 那個另外一個朋友 他跟我講 然後他自己跟我講說 欸 兄 他說哥哥呢 你沒關係我幫你 我認識那個女生 我幫你吃橋樑 我說好 然後呢 就是從第二個禮拜 我說看到那個女生 安妞 那個女生 就走掉 蛤 為什麼態度有變 然後後來才知道 就是那個女生 一開始對我興趣是 那個又有興趣又沒錯 但是 就是幫我橋樑 這個男的 他想利用我講我的壞話 他想醉這個女生 哦 後來他們兩個在一起 我後來才知道 心情這麼重 可是超傻耶 你也是根本就是這樣啊 每一次我們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嘿 根本就我比你帥比你高嘛 可是你一直念我的中文 我的中文不好不好 這樣就講 請問一下這一集的內容 你到底要引來多少觀眾抗議 欸 不好意思 那個你的中文不好 是不是我保養 是大家保養的時候 不好意思 是嗎 對 對 對 韓國人 我是真的覺得 因為韓國人心機重 對我來講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住了韓國一年 然後我老公在那邊開一家健身房 然後就請了韓國的員工 裡面有個經理 他會講英文 所以每一次就是在開會的時候 他就負責翻譯 可是他每次就翻譯的時候 下面員工的那個臉色都怪怪的 但我們也不宜有他 反正就是他講 他講他就翻韓國 也不會懷疑說他翻譯是什麼 對 結果後來過了大概一個多月吧 他們其中有一個 那個就是員工 就來告訴我們就說 你知道嗎 他每天 亂講 就是亂講 然後都是在罵員工 對 就說你們怎樣 你怎樣 你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過了一個多月才發現 然後他就是都是講反話 後來他就把他所有下面 我們所有下面的員工都帶走 去開了另外一家健身房 好用心 上附近 好可怕喔 像我之前有一個韓國朋友 然後我們每次跟朋友出去玩 他一定會 那個比方說我們先去餐廳吃飯 他一定會搶買單 然後我們去他 他就沒有不用再管了 然後我就覺得 每一次他都先搶 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 他就說少錢你很笨耶 因為他跟我講 他的方法就是這樣 如果虛他的話 人家會喝越來越多 就醉了 所以後面誰付錢 大家都已經不記得了 但是大家一定會記得 第一個 大家清醒的時候 第一個買單的人 是小燥 所以他就覺得他這樣子 對他的 大家才對他的印象 會很好的 他後面都不用負責了 難怪你們韓劇裡面 都有這麼多沒想過的心機 對啊 我想說 他說的一般是對 一般是不對 我不覺得為什麼 我們在外面很喜歡花錢 很喜歡刷卡 可是我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太重要 那個是第一名 第一個人付錢 或者是第二個人付錢 那個時候就還好 可是我們反正很喜歡 付那個的錢 我也遇過就是 沒有完全沒有興趣 就是直接講 就是很笨的一個韓國人 就是敬明哉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我是開公司 後來就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 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我覺得敬明哉會紅 會呢 OK OK 我都那個時候覺得 看敬明哉說 那個要不要就是高利一下 錢給我們公司之類 那就是你慢慢去想 所以敬明哉是你旗下的藝人 對對對 我沒想到他 你被騙了 對我被騙 對耶 我跟他講說 你慢慢去想 就是而且就是 我不會強迫你 就是如果還不錯的話 想一想 結果我叫他台中 回去台中 一個禮拜再 那個回答給我就好 他說 阿娃 錢啊 就簽了耶 對啊 因為韓國第二名 你們日本是第一名啊 你心機比他還重啊 哪會啊 他常常心 欸心機中的話 我的公司 貴那麼多錢 都是他的身上 天啊 為什麼你心機也這樣 你怎麼講講出來 那今天我們最後一天好了 麻山捷運 欸 麻山捷運 我決定好了嗎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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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第二名 日本第一名是怎麼樣 他也自身夢多啦 一定的 一定的 不是日本啦 不用說 日本有算新機了 有 超新機的 因為感覺 日本女生很喜歡搞小團體 然後很愛裝可愛 我看過一個影片就是 有個日 日本人他們為了 教女生怎麼把男生 然後寫了一首歌 所以我覺得日本人就是很 就是超有心機的 我覺得日本人 就在各方面 他東西都做得比較細膩 然後所以就是會比較 心會比較細膩一點這樣子 我之前有遇過 就是一個日本人是那種 就是上班的時候很有禮貌 他在結帳 欸 下班之後 他們那個鐵門拉下之後 可是我發現我東西拿的時候 再回去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覺得 就是一副不關我的事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 他們那種心機最重 就是上班 最雙面人啦 到底心思縮密 算不算有心機啊 大家覺得 搞小團體嘛 剛剛有講嘛對不對 很會做表面嘛 很會做表面 這大家都知道啦 對… 夢多你怎麼說呢 我 等一下 我還好吧 但是他們講的幾個 是真的沒錯的 就是那個 他們公司分明很清楚 如果是下班 就是工作的時候就是 就那樣 就是下班馬上變臉 或許就是交個朋友也是 下個禮拜就是 吃飯啊幹嘛幹嘛 結果完全不離 這個我承認 但是 還是看地方 我剛剛看人啊 就像我那個爸爸 他完全沒有心機 他我覺得 有一點是那個時候很擔心 因為 我爸爸是三年前過世嘛 你知道過世的 從哪一天喔 每一天 就是不一樣的人找我們 我說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結果每一個人說 不好意思 我又跟爸爸 就是借你酒房給你 就是他 因為爸爸是 那個我的那個房間 爸爸的房間蠻好的嘛 所以 他看到 比較沒有錢的人 就是 然後說 可不可以 就是我 他馬上借 借他 對 然後就是 好像就是 總共算一算 有人還沒還給我們 但是他們每個人 打電話給我 說 那個 我要跟你的爸爸有借錢 所以我還給你們 總共 快300萬台幣 快300萬台幣 然後就是 因為 每個地方 我是鄉下的 那我也是啊 就是我最近就是 設計衣服 然後就是 那個我之前設計過 然後所以就是 之前的認識 或許是朋友介紹的 那就是比如說 設計費嘛 還有那個打壓嘛 然後就這樣這樣這樣 算一算算一算 但是 我是人家跟我說 欸多少錢 就是我說好 完全沒有 就是那個 撒架的空間 因為人家就 因為把認識嘛 結果 後來 就是認識到一個 還不錯的 朋友 然後他看我 那個攤子 喔 你的錢 真的很好 騙 設計費太貴 對 就我還沒 還沒說出來 已經這 那個 快了快 收視完 蛤 對 我個人覺得 日本人最有 我心機是在化妝這個方面 就是有一個 化妝 就是有一天 我在東京 然後那天早上 我去找我朋友 我跟他說 今天我要跟你一個驚喜 我當然去個地方 你不要去上班 你要打電話 你要請病假 他說 喔 好 大家請病假之後呢 跟我說 你一定要跟我講 是什麼地方 一定要跟我講 不然我不會跟你一起去 我說為什麼 不就是一個驚喜嗎 他說 因為每一個場合 有不同的這個化妝的code 我會說 我的媽呀 好 我就告訴你 迪斯蘭 我想要大家去迪斯蘭 然後呢 他必須要重新卸妝 然後重新開始 因為他說迪斯蘭 跟上班是不一樣的 迪斯蘭要假裝素顏 但是素顏 如果你要假裝素顏 你不可能真正的素顏 你要化妝成 微素顏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好累 然後再變成他一個小時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子浪費 一陣子早上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去 微素顏 對 日本的女生出門 是不是不可能不化妝 這個是 對 你講得沒錯 是他每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化妝 像我媽媽也是 其實Seven 人Seven在旁邊而已喔 他也要化妝 所以Seven是要什麼樣的妝感呢 就是比較自然風 自然化妝 他到那時候是什麼樣的妝感 就是那個 自然回收風 自然回收 好傻吧 有這種風 有 我看你快發風 沒有沒有 看起來很那個 把那個 就是可以保持這個環境的感覺 就是不用太濃 如果你看喔 掉了垃圾 如果他的那個化妝 就是太濃 被別人講話 剛剛有講化妝這一塊 是大家都知道 你不可能看到一個女孩子 是她沒有化妝的樣子 對 但我有一個朋友 我看過她沒有化妝的樣子 大家也都認識 是大舊報媽的例子 她素顏真的很好看 然後這時候我就覺得 不對啊 日本人沒化妝也是很好看啊 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她就是沒有化妝的時候 素顏很漂亮啊 所以 她就讓我們卸下心房 然後呢 她每次跟我們出去吃飯 然後狂吃 她很能吃大家都知道 她很能吃 她可以吃兩三個便當 吃吃吃 可是她不會胖 那我們吃呢 就開始體重一直增加 就有一天我在她的那個 臉書上面我就看 她每天早上六點多 就在健身房 她就自己在健身 自己運動減肥這樣子 然後維持好身材 所以你看到她的素顏 是真的素顏嗎 我現在開始懷疑了 你也是我素顏了吧 沒有喔 她不是喔 她的素顏是就是說 為了素顏的發動 偽素顏啊 真的 基本上好像日本女生很少 幾乎不會有看到 真的素顏的女生 可是她來我們工作現場的時候 是還沒上妝以前的啊 那她是已經 偽素顏到現場在上妝 對 到現場在補這樣 我覺得 很酸的感覺有沒有 人家說不定真的素顏 我有碰到一個那個 就是被弄過的例子 就是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男生的朋友 她的前女友剛好是日本的人 然後她是住在福岡那 那有一次 我剛好就是要去福岡去玩 那剛好是自助旅行 她就說那沒關係啊 我前女友在那 不然我幫你安排好 然後就說真的嗎 不會麻煩嗎 她說不會不會 我先幫你打電話過去都說好 然後後來她就跟我講說 都安排好了 你不用擔心了 後來那次自由旅行 我去那個自助旅行 去了福岡之後 那她前女友真的都對我很好 陪我一起去吃東西 然後逛街 那五天完完全全 我們就 我覺得我已經跟她 變成好朋友了 結果後來我就還很開心 然後回到台灣想說 YA 又交到一個日本的好朋友 這樣以後去都可以就是 感覺好像就有 多一個朋友在外可以照顧 結果後來我就接到 我朋友打電話來說 欸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 我朋友說 你以後可不可以就是 不要再去打擾她 因為這五天 實在是讓她就是遭受到 她覺得生活大受影響了 我就想說不會啊 可是那五天完完全全 我們就像已經 快要變成閨蜜的感覺了 怎麼會變成說 就是傳到她那裡 已經變成說 我跟她已經造成她生活上 極大的困擾了 雙面人 我們這邊不開心 她是不說 就是選擇 所有的事情安排解釋 回台灣再不用跟你聯絡 這樣就是心機很重嗎 能對你排第一名 對啊 今天排第一名 怎麼樣呢 聯絡不開心就直接講了 我突然想到一件 她才弄我的事情 有一次我們去錄影 然後結果那一天她的 她剛好是評審的角色 那我們現場的每一個人 要說一個故事這樣子 後來因為我那天穿白色的衣服 就白色洋裝 而且還是借的 然後我那時候的經紀人啊 然後可能跟她也是滿好的朋友 都有跟她講說 夢多就是你可能稍微等一下 稍微打分數的時候留意一下 可能不要給我最後一名 因為那一天最後一名要大處罰 就是又冰桶 然後又要被彈橡皮鏡 然後還要全身被潑黃臉粉這樣子 然後後來她就說 好沒問題 OK這樣子 結果最後 而且派我就在那邊潑黃臉粉 然後 浸冰水 然後又被色洋裝 已經她笑得超大聲的 所以其實平常 你跟我們嘻嘻哈哈 都不是真心的囉 對啊 那嘻嘻哈哈 你剛剛知道嗎 其實我現在呢 錄完節目之後 就是回去就是那個基本 就是想說 今天小亮哥對我做什麼 今天呢 小亮哥對我做什麼 今天發表 他說他是帥 然後我那家是 還是今天是把一支 每個禮拜的學都要把他學 我們這樣子掏心掏肺 跟你交換我 沒有啦 你這樣子對我們 沒有 真的是這個 我只要把你都要刪掉了 所以今天真的日本當之誤會了 是 那你有什麼得獎感言嗎 因為你今天打敗了韓國 你變成第一名 一件怎麼不開心 原來一件怎麼不開心 我跟你講 日本人現在講開不開心 都不是真的了 對 對啊 對啊 而且呢 也許跟國家沒有關係 可能就是這六個人問題很大 對 所以看到這六個人以後呢 不要理他們 還是去看戲好了啦 對 還是大家可以走進來 去涼廳會買票 然後呢看《莊澤民法》 9月15號全台遊戲開始 大家多多支持囉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歡迎們繼續搶 下次見 拜拜